全世界多国逐渐松绑边境 决定要跟病毒共存了 而指挥官陈时中也松口 下半年开始 国门非开不可 以免经济竞争能力差人一大截 这是时势所逼 最快三月全面开放商务客入境 如果本土疫情控制良好 到了四月份 人本拟定的十天检疫 也有望再缩短成七天 未来也不排除逐步的开放 非国民身份的外籍人士入境 全球疫情炸开 为了防堵病毒流窜 国门拉起了封锁线 却也切断商务人士往来 但随着各国陆续解封边境 指挥官陈时中明智表示 下半年起国门非开不可 以免经济竞争能力差人一大截 这是时势所逼 将会全面开放商务客入境 让我们开放给非国民身份的人进来 对我那样的可能性 但是要视疫情而定 至于开放对象与标准 会交由经济不考量 只是民众忧心 一旦国门大开 会有更多病毒漏进社区 将对医疗量能造成冲击 而根据目前中央拟定方案 最快三月起会放宽商务人士入境 缩短检疫天数 从14天减到10天 并开放一人一户居家检疫 除了入境跟检疫期满 要做两次PCR 在检疫和自主健康管理期 也要做四次的家用快筛 要是疫情控制良好 最快四月 检疫天数有望再缩短成七天 一般的低风险的国家 它是七天 那可能这些高风险的国家 就需要十天左右 那这样相对的这种冲击 就比较小一点 医师建议针对不同风险区 弹性调整检疫天数 而日韩新加坡 也陆续缩短检疫时间 台湾可多加观察 他国情况再来调整 毕竟防疫经济都得兼具 记得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